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李平老师好 你好 来妹妹坐这 你找什么人啊 我叫杨美 我来自云南省 恒山州西筹新人 我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我十三 二十四年的儿子 我儿子名字叫刘刘 他给孩子取名叫刘刘 因为孩子是他和萧学江的爱情 留下来的唯一见证 如果找不到刘刘 我对我最爱的人 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但他却把孩子丢了 他多大失散了 两岁年两个亿 孩子的爸爸在哪 我从我开始的故事说起 好 我的爱人 我们从小是在一个学校读书 他在我们学校里面 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 打球那些也比较很出色 那时候我就很喜欢他 后来我读完小学 我就没读了 再后来我们有几年时间没有见面 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然后他比你之后 又安排到我们身上的学校里面来教授 然后我们就相处了两次 互相之间都有好感 他就跟我喜心 就是喜情书嘛 然后就一来二切 我们就相爱了 那时候我跟他在我们村上 自由恋爱可能还是第一个 你们是自由恋爱 他比你大几岁 他比我大三岁 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差 那时候他们家一共有六七口人 还住二十来个平方的两间小草屋 当时我哥他们就很反对 但是我跟他很有感情 那一段时间 我哥哥他们都不认我了 想跟我断起关系 但是我都不够他们的反对 跟了他 虽然说日子比较穷 但是我们过得很开心 我还记得那年 分来讲我们自己过日子 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钱买到一斤猪肉吃 后来他妈妈就是看得不过意了 就来捡了一小半碗 端给我们 他也就舍不得吃 要给我吃 我也舍不得吃 你推我 我推你 如果都在那里没吃 感觉很心酸 好 好 感谢观看